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初磨時會很小心 因為不熟 可能手震 可能很專注磨刀 磨得好 磨得多之後其實是放鬆 例如你沒什麼做 有空聽歌和玩遊戲 體驗過程 我是Kenneth 我的興趣是磨刀 我從小都經常入廚房 因為我媽媽煮飯 她也會找我去切菜 或者去買家吃買菜 本身對煮食都有些興趣 讀完DSE 開完DSE之後 我去了讀阿蘇 讀完那個科目 就覺得不太適合自己 讓她嘗試去讀廚 當時我在廚藝學院讀 其實當時廚房有很多刀 但是那些刀 九成都是勁頓 沒有人離開 後來發現我原來 訓練廚房有磨刀石 問阿Sir怎麼用 研究一下 然後上網找資料 然後看影片教學 用學校的刀去練習 這樣 我在這個年紀而言 即是同齡而言 我這個興趣也算是一個意類 因為最少在我的班別裡 沒有人做這件事 甚至可惜中學同學也沒有人做這件事 《磨刀》 《磨刀》 始終報紙也沒有人說 網上也很少人說 在電視也很少人教這件事 所以提起這件事 其實多人興趣想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以前上一輩流下來的刀 其實那些幹水不錯 但是很多人用盾了 就不要丟掉它 但那把刀如果你懂得磨的話 基本上你用你一輩子 你還可以用下去 當初最開始我純粹是 我學了一個老師 就說 你這麼喜歡磨刀 不如你出去幫忙收錢更好 所以後來我自己就開了一個項目 讓人方便找我 順便我的項目 就可以糾正一些 人平時的磨刀的概念 或者教一些人磨刀 講一些刀的知識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切東西 切得很辛苦很累的話 其實是可能你用錯方法切東西 後來就有一個店鋪 他是買刀的 老闆 他就覺得我懂磨刀 可以試試教人 他就提供了場地給我 我就去教人磨刀 一般人來說 就好像你所說 由粗至柔磨 然後你掌握了 故中某些技巧 其實你都做到的 但是你去到高一點層次 可能有些人會說 你磨得那個 印線漂亮不漂亮 你磨完出來 把刀的角度是多大 你可以令到把刀怎樣耐用 之而之類 封利度 我覺得是一件很迷的東西 因為這個世界上 其實沒有一個關於封利度的標準 你想切一塊肉片很薄 可以嗎 可以切布紙 還是你想吹毛斷法 可以嗎 有些人甚至不是追求封利度 純粹是想磨到鏡面很漂亮 就很有滿足感 所以每個人對於磨刀的追求都不同 在 dime方 就是想切一塊 cor佛山 akt偶寂 改了 第二個 是 一些 在訪一下 那邊